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来自广东广播电视台体育频道 超级游戏之欢乐大牌档的主持人雪芹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排王争霸赛 我是天津电视台七开得胜节目主持人李宜周 朋友们好 我是福建电视台体育频道 谁来耍大牌栏目的主持人文国杠 这是到处掉这一轮的 对的对的 所以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呢 又不舍 然后又不想放弃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一个原则 不抛弃不放弃 你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好好地发挥你的每一局牌 你的每一步走好 对 所以说今天的比赛依然会非常的精彩 我们共同期待吧 是的 好的 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 公共同比赛 联合21家升级电视台 共同打造2017年全国排王争霸赛 赛事共分为21进9 9强赛以及冠军赛三个阶段 21进9阶段 共分三轮比赛 共计21只参赛队伍 分成七大赛区 每赛区三支队伍 每支队伍派三名选手出战 第一轮进行12场比赛 每场比赛打18副牌 前9场比赛 每位选手依次于本赛区内 其他队伍的选手进行循环赛 后三场比赛 根据9场结束后的各选手积分 分别集结各队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的选手 再进行三场比赛 综合本轮场景 得出赛区内各队的排名 各赛区第一名为第一档 第二名为第二档 第三名为第三档 由赛事主办方勾勾比赛 在三档中各抽取一支队伍 组成新赛区 以第一轮比赛方法 进行第二轮比赛 再以相同方法 进行第三轮比赛 完成三轮较量后 积分累加 前9名为例 晋行全国九强赛 金主排王归关 决战荣耀之爹 这里是2017全国排王争霸赛的现场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比赛信息 请您登陆专业的棋牌竞技平台 勾勾比赛 3w.gogo.cn 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同时我们感谢专业棋牌竞技平台 勾勾比赛 为本次大赛提供的百万巨奖支持 是的 谢谢 2017全国排王争霸赛 全力以赴 现在开牌 今天来到第十一场比赛 在擅长比赛中 已经没有晋极希望的福建队拿到了五分 天津队拿到了三分 广东队拿到一分 这样的话天津队已经一只脚迈进了前9 那么广东队现在只计104分 当然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只是希望比较小 希望他们在这场比赛中 能够抓住这最后的一丝希望 好了 现在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坐我旁边了 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著名的全国冠军李军老师 欢迎 你好雪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21禁酒第三阶段的 相当于是倒数第二场的比赛 对 角度赛的最后两场了 对 非常的关键 对于广东选手来说 如果说那这场比赛 如果能够拿5分的话呢 还有机会 对 如果不是的话就没有希望 所以广东队的陈创伟呢 首先是拿了2分的底分 连队 不见了苏老师 苏华映是一位大学老师 所以都叫他苏老师 苏华映是一位大学老师 这我一位大学老师 那这样打个单 扣一阵儿啊 这无法顶二 可能要送阵儿啊 这边剩两张了 排是发单的 这边剩两张 这个排发单张 好 我们看一下结束了 广东队的城窗尾负的4分 福建的苏华翼呢2分 天津的吴凡2分 来到第二局的比赛 那么这次的手叫呢 就是天津的吴凡 双王在手叫了3分 都挺好的底牌 开了一个三代2 城窗尾接上 这个牌没有勾啊 城窗尾这个牌呢 只能出单张了 嗯 单张9 就看一下 吴凡的分布它是怎么样的 它想不想 哦 它现在还是要 拆尖也可以啊 见尖2 它这个牌就是 你看 它本来就是说 留石钩尖尖尖也可以啊 这现在就是说 留两个三代 有没有三个9 三个钩也可以 嗯 嗯 嗯 形式都可以 去变化 单张的K 在这里不要 城窗尾这里呢 接下来 这边 10 对 接下来整K 2下来了 嗯 一人是来一个K 所以 那无非你 这个大小王 要不要去 他现在没有尖6啊 但是 如果全牌的情况下 他这个 拆王现在可以 拆王可以为一样的 这有两个三代 都是大的 嗯 可以再等一首看看 尖到6了 那6的话 这8到圈打 也不太合适 他有点难受 所以现在 看一下他怎么去打呢 8到圈 他要打的话 就还剩下 好几个单张 对 因为外面 因为上加有双尖2 这个牌 嗯 就是下加出5个单尖 他K把2打了 嗯 而且他第一个尖没打了 所以这个 全装尾手中 这张牌一定是让2 他当时 他两个2就是 吴凡拆尖的 从顺子里拆了个尖嘛 他那2没要 然后他用2打掉 这个吴凡一个K 嗯 所以 陈尚伟手中有 这个2还是比较明显的 他上加双尖 嗯 就是名牌了 嗯 那天津的吴凡呢 插了双网以后 肯定是会赢的 好看一下 广东的陈创伟 负的7分 福建的苏华益 负的1分 天津的吴凡8分 来到第三局 首叫是广东的陈创伟 负的7分啊 现在是 他叫2分 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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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华益不降 吴凡也不降 所以呢 2分达地主 20圈的底牌 直接上架 一个2 顶的还是挺死啊 好 点这个底架 单张的3 嗯 嗯 再点个圈 下2 然后 充一下 顺子 吴大哥的顺子 进来啊 其实 这样搞不好输啊 打对就 传对啊 因为外面2个2 这牌肯定传对 你要是2个2 单张不过 其实 短视 牛长盛 可能稍稍有一点点机会 好 来看一下现在的分数情况 广东的陈创伟赋的时间 苏华益1分 天津呢5分10分 现在第4局开始了 现在第4局开始了 苏华益老师这里要 手教 3分 3分 补的不错啊 补的不错啊 常常把它那单10单钩给配上 嗯 这个牌开345连队 345的连队先开 好在这边应该567啊 不然这个牌春天的 8到圈也大 8到K也大 天哪 这牌就 嗯 没有 8牌 对 这个 过一下3可以上2 小王先下来 他就分开 嗯 大王下来 嗯 直接一个2上去 全打了就 对 嗯 太整了这牌 对 所以是底牌配的很好 嗯 好来看一下分数情况 广东的陈窗为父的14分 福建的苏华益7分 天津的吴凡7分 7分 第5局现在是天津的吴凡呢 拿下3分 3分地主 7兼K的底牌 哇 兼上来就直接形成一个罩带 7的话呢 也是一个对子 K也是形成对子 都挺好的 这个牌先处理个单张 叫的还是挺猛啊 其实我在下行那边牌挺散 对3对4一个5 挺难处理 他就是现在补一炸 他这个牌 你看小对也是挺多 嗯 嗯 嗯 飞机 飞机 要启动 对 然后还有一个8到K的肾子 再留一张单在自己手里 嗯 打算拍个小王啊 这个无凡现在 除非 这边剩2他有点击乎啊 你看这一发 这边对2这个牌就 直接发对2 这里就 但是 直接发对2的话 他直接发对2也好 他就算他跟下别的 他待会还是要上对2的 所以这无凡这牌没法走 他的一个单五一个单 还少一张单还小就能 嗯 好来看一下分数情况 广东的陈春伟 现在是负的11分 福建的苏华英呢10分 天津的无凡1分 现在第6局的比拼马上开始了 首校尾陈创伟啊 广东队1分 他叫了一个1分 1分就拿下地主 K 6 4 6和4呢分别的补上来 3代 嗯 先开对 先开对 先把争取回个对家 回对家之后呢 把外面对2打下来 先把这3个K打大了 嗯 对2 下来 3K就是大的了 3到8 9到够 这样也是快速打短啊 嗯 打单回圈 单剩下了圈三五 对 上加出过一个对圈啊 这个牌 可以出个圈看一下 他直接一个2 那这边小王 直接上2也行吧 因为因为上加是两张牌 反正你出一张也不怕他过一张 嗯 他现在3代反正K也是大的 所以他应该是没什么压力的感觉 对3到1 嗯 第六举结束看一下分数情况 广东的陈创伟负了9分 福建的苏华裔9分 天津的五反0分 非常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第7局的比赛当中 首就为福建的苏华裔 3分 直接喊了3分 5K7的底牌 这个牌 其实尽量也是开对啊 这个牌 开对3回对家 跟上版 那个陈创伟的牌型差不多 他是 还是目标先把这3个K打大 虽然他有7-8两个单 嗯 五反的牌已经可以摆它了 有几个连队 然后9到K9到尖的顺子 然后再一个2 嗯 看一下分数情况 广东的陈创伟负的6分 福建的苏华裔3分 天津的五反3分 第8局开始了 首将是天津的五反 选择交了1分 那估计他是不是1分打秘主呢 所以这个牌应该可以交啊 交2分3分 嗯 都可以 10圈5的底牌 马上把这个5给扔出去 这个底牌对于他来说不太理想 他是想补这种手中有的 能凑出单双3来就不 嗯 有时候就是补上了的牌 刚好是贼叫的 但是有时候补上了的牌 就是一张都没有任何的用处 反而是负担的 对 再考虑到底是出对子呢 还是三代呢 还是又又放下了 放下以后反正还有时间看一下 对 他这个牌就是现在来看 怎么应该都是不太够走 嗯 因为比如就是见一张勾圈的时候 其实都是不太好动的 对 外面K加还有特别多 对啊 还有四个K 两个尖 呢 就可以吃药了 跟他面前走 去吃药了 а 咱们吃药了 去吃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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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齐结束 好 来看一下分数情况 广东的陈创伟 三分福建的苏华裔 父母的三分 天津的吴凡六分 接下来第九局开始了 现在已经赛程过半 大家分仗呢 还是依然非常的接近 一分 陈创伟呢 这边是先叫了一分 天津队的吴凡 直接拿了三分 八八五 还可以 开队 七分 一分钟 十分钟 一分钟 两分钟 是 一分钟 就这样 一分钟 对 什么 这边要带1 这边带了一个2 然后这边都带得非常奢侈 看一下广东的陈春美赴的6分 福建的苏华翼 赴的6分 天津的5反12分 现在来到的是第10局比赛 福建的苏华翼首将 3分 直接叫满了 我8圈的底牌 有勇气很拼 对 他如果不叫 这个牌陈昌伟肯定会叫 不过这个牌给陈昌伟应该也没什么用 也不太大 5圈8 5圈8 8还可以 8 8 9是勾圈的 顺子 然后3代1 对 3代1 挡不住了 对 好看一下分数 广东 陈昌伟负的3分 福建的苏华翼负的12分 天津队的5反15分 1分 2分 这把针状伟效的 其实3分也可以 直接拿3分看一看 不过断章圈在外面成炸了 973 在这个圈都是炸弹了 外面 清除弹 5分钟 下加过个价 这样的话 下加其实马上就要调整到位 再出个五 这个出对八不好 再出个五 赶快调整 这个牌 这个牌打对 可能觉得地主不吃 把这正常的调整好单张以后 它这牌控制后程非常有劲的牌 这把呢 地主也是没办法 好看一下分数 广东的陈创伟负的11分了 福建的苏华翼负的8分 天津的吴凡19分 现在开始第12局的比赛 首校呢 依然是广东的陈创伟 看一下要不要叫一下呢 3分 3分 436 这个牌啊 拿的也是非常的糟糕 嗯 思路还不错 它这个牌 你看开对八 然后呢 想回对K 剑下对肩 它那个三个圈就能打 嗯 如果上加发单的话 它给我单加 啊 剑二的话 它可以上小王 反正这个牌 三加都有 不少的三代仪啊 嗯 都挺多三代仪 这边三代仪还挺大的 然后吴凡这边还有四个七的炸弹 发现它这个单加捞了一手啊 就是有可能是这样一人一个单王双二的 那在吴凡这边看 它有一炸啊 它到最后对这个大小王的判断 它应该不太好找 对K 对K 对二下来 嗯 哦 这个 这个 刚好 就送过去了 对 刚好这三个圈可以接上了 刚好 对 然后 它要发个单张的话 是 吴凡这边能调整到位 嗯 那就可以 它吴凡再过一张单K 这个牌 你看它现在少一张K 它就能炸 它就两个 不管地主抱单抱双 它都能炸 嗯 它现在就没法炸了 现在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分手情况 广东的陈川伟负的5分 福建的苏华益负的11分 天津的五反16分 这里是由咕咕比赛携手2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打造的2017全国排王争霸赛的现场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比赛信息 请您登陆专业的棋牌竞技平台 勾勾比赛3w.gogo.cn 或者呢 掃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感谢专业棋牌竞技平台勾勾比赛 为本次大赛提供的百万大奖支持 如果您可以拨打造成一维码 如果您从2的话 有没有什么太好 出个动物也行 当然出3 现在出这么小还不太好 你既然出单只能回二了 队伍还能回队圈 现在就出了一个二 二下来的话就可以 大王你要不要下来呢 大王应该不会下 直接下来了 这个牌下来这个牌就没什么竞争力了 这个牌外面还有单二单王的 本来是大王的牌 你这样打就等于 感觉上成功了把大王打成小王 被动了 现在小王为大了吗 对 其实他下大王的原因是 他担心上加 他因为上加出了个三 回了个二 他是担心他启动 如果人家能启动的牌 你就得让他启动 因为他万一有小王 你不是更死吗 好看一下广东的成创伟负了两分 福建的苏华裔负了十七分 天津的五反十九分 第十四局一开始 天津的五反手叫 交了一分 广东队是不叫了 那福建的苏华裔一直还是要叫了三分 钩五三的底牌 五啊三呢 其实都 三代不着急 对除了三代还有个飞机 对 其实他这个牌发单 三代你看三个钩和三个圈 你要不就回一下 这个牌很有可能 三个钩和三个圈 它都是最大的三代 对吧你自己单价打二代 只要加2k三个没做正 满的牌都是大牌 嗯 等于你三个六说白了 其实有可能他不是负单 所以你这牌开牌出对都可以 开牌出单也行 先处理你手中的负单 不许多钱 制作者 过了 这样呢 大王一上飞机就启动了 广东的陈创伟负的5分 福建的苏华益负的11分 天津的5分16分 还有最后的四局 要把握好机会 不降 底牌有个9 对 陈创伟还不错 那无凡 倒入第四局 1分 19间底牌 我们下期了 换予过来 大家看 连队 三大 他这牌就是博三个九大 外面是三个K三个二 他博他不带一家 好 王栋墨称创伟负的六分 福建的苏华裔负的十二分 天津的五反十八分 无降 一分 无降 无凡降了一分 那秦超伟这个牌 秦超伟两分拿下 哦 他本来没有把他补了 他本来是想补这种 就是单双三的 给他补手中有的那种 他想补 什么样子还差一个 秦会这个牌 小王一上三代一 回三代一 看大王应该不会动 三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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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二 三代一 对 这牌就打 这牌就是闯 这牌外面四个四也是没办法 所以这个牌也没防战能力 真的有闯 必须打 好 16局结束了 看一下分数情况 广东陈创伟负的两分 福建苏华裔负的14分 天津的五反16分 第17局还有最后两局比平 一分 不叫 一分 广东队是选择不叫 那 他要选择不叫就得期待最后一局 对 因为你看这就点一分 你看五反那点一分 你就得叫 你不叫他就又消耗一局 要不你就觉得这把不行 就得活下一把 反正落后方就是这样 另前方就是一分逼你叫 嗯 三四五六七 这 这 其实陈正伟以为他会给他送队 其实吴凡他如果顺子过关他也能走 所以他就没有送 对三 这里吴凡选择的是不要 这边刚好送了对子以后 对肩过去 陈正伟的对就下来了 对四 又送过去了 他刚好 诶 勾 有这个牌 打到 小王 哎呀糟了 怎么办 这个 还剩下8和3 对 那这个牌 如果吴凡趴个8还是赢牌 农民房年他趴个8 刷一枚的出 他出2 他总不能跟4吧 跟4一样走 出2出对5一样走 所以现在农民房又打上一个单双不过的局员 小单不能过 跟个打对那边走 好 哇 最后来真的是好惊险 看一下广东 陈创伟现在1分 福建队的苏华懿 负的20分 天津队的吴凡19分 现在来到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局比赛了 陈创伟这最后一局他叫还是不叫呢 就看一下他跟吴凡的差距 现在就是要看 对 他像18分就必须叫个王上来或者补个9 就补一架才去 补一架可以追平这个 不关你怎么说 反正他的分叉 就是在跟这个苏华懿来比较的话 是应该大于一架以外的嘛 所以这个牌 他也不怕收炸 45678 顺子 无关这有4个10没有拆 小王 这个大王 对一圈 点个对一圈 来飞机 出队5拍队高 对圈 现在吴凡这边没有队 他现在 他现在如果炸了的话呢 他如果炸了 应该是这边有双钩 那边双尖 就炸了发单就行了 但是 无反应他轻易不会炸 他的牌必须是10拿9分 因为他打输也是5分 所以他要炸输就变成4分 所以他肯定不会炸 他除非就是有百分之百把握他来炸 好 那现在就是分付已定了 结局已定了 广东的陈创伟7分 福建的苏华裔 富的23分 天津的5分16分 好 现在18区的比拼呢 已经完全的结束了 对于他们来说 现在已经放松了 现在就看一下我们的比分情况 那我们广东队的陈创伟 我们的陈大哥 多谢你为我们广东队 争取到了三分的好成绩 那我们的陈大哥 那我们的陈大哥想问一下 刚刚发挥觉得怎么样 觉得不行 为什么呢 我开始那两局牌打得好 好差 是自己的原因 自己没有看清楚 还是自己的方法方式 自己为两张 然后再多出一张 没看清楚啊 就是没有仔细看嘛 结果不重要啊 咱们享受 好好的享受 把下一次这个机会呢 争取到好 好不好 就可以了 吴凡 天津的 我们今天出战这位选手 又打了一个5分 打得挺好啊 太好了吧 应该是 你怎么打的 咱们打的 不知道咱们回答的 你不要打的 吴凡应该说呀 你看我们对话 也是越来越放松了 对 无论你打几分 真是支持你的 但是说吴凡今天 整个这场比赛 发挥的还是停在状态 是不是 嗯 还可以吧 我感觉 还可以 你觉得就说 虽然拿5分了 有没有说今天这场比赛 打得也有一些 不太惊人意的地方 有吗 我没感觉到 你看 都没感觉到 确实也没有 你问怎么打 你要问我 就是很简单 打3我打4 你打5我打6 你打5我打2 你打2我打6 一级吃一级 其实呢 这个斗地主选手 他们的数很高 有时候他们的思路 他们这个出牌的方式 真的 这些个初学者 爱好者 好好向他们学 没错 今天我们福建的选手 苏哈亦 只拿到了1分 但是呢 你一改一往的风格 就是更为激进的打法 想法是说想拼分 还是说 我就想去拼一拼呢 这么理解 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 就想 虽然享受到了 当地主的乐器 但付出的是得到1分的代价 就是 潇洒走一回 最终呢 是为潇洒付出点代价 是吧 咱们没关系 一分也好嘛 是吧 反正他没有零分 咱们怕什么 保体 其实呢 苏哈亦老师他不是那风格 主要是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分数不够嘛 所以想拼一拼 另外一个呢 就是自己出场 到最后一场比赛了 多当几次地主 对 其实呢今天是我们这个第三轮比赛的第十一场了 那么下一场 也就是第三轮的最后一场了 无论是哪支队伍的哪位选手出场 比赛一定是压轴好戏 一定不要错过 精彩排局 你我共享 感谢您收看 由GoGo比赛联合21家省级电视台 打造的2017全国排王争霸赛 如果各位想了解比赛的详情 请您登陆 专业棋牌竞技平台GoGo比赛的网站 3W.GoGo.Go.3 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是的 不要忘记我们的口号 地球排王归关 结战荣耀之天 今天就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